熱血U18世界盃輕棒賽 A組B組的日本碰投澳洲相當的精彩 賽前雙方都二連勝士氣高昂 全力瞄準六強副賽 淘汰讓在二局上門率先展開攻勢 手邊打著輕功新太郎 捲到保送上壘 靠著隊友的短打推進 上到二類得領圈之後 小原良適時補上中外野方在難打 日本隊在一出局跑者分展一三壘 下一方的捲力千五保送上壘之後 日本形成了滿壘 澳洲的先發走者Boris 雖然及時地投出了三陣 不過他的危機只劃解了一半 另外關鍵時刻控球又出狀況 這個保送讓日本隊並不顯認地守壞記錄 經過三個半局無功而返 日本隊在六局上半 趁著對方更換投手這部主張 前兩名打者都成功上壘之後 澳洲這邊Handerson 由子倫正腳發生爆頭 讓兩名跑者輕鬆向前推進 接下來保送塞成滿壘之後 澳洲隊友團決定更換投手 由Rollingson上場接踢 沒想到他一上場 都還沒有對決就是一個出身球送分 接下來控球又出狀況形成保送 淘汰昂來到3比0的領先 今天詳細又適時補償 右外野的穿越安打 一口氣撞進兩分打點 對著日本隊來到5比0的優勢 滿了比賽大半場 澳洲隊在六局下半終於展開了攻勢 前兩名打者安打上壘之後 在二三類誘人情況下 考冷內野的滾地球帶有一分打點 幫助球隊終於打破鴨蛋 總結日本隊的先發投手 在六局丟掉一分並不是自責分 表現相當的出色 也成功交棒給了牛棚 而第二任投手高橋樹野也很稱職 中間兩局沒有掉分 對日本隊來說更猛的是 九局上半大線又來了 甩尾四肢安打的串聯之下 來個五分大局 也完全交集澳洲的反撲棄宴 這場比賽傳一海 個人貢獻的四分打點最強眼 地主的日本隊展現穩定的投打內容 中場10比1輕鬆擊敗澳洲 收下三點勝 國內地軍郭烈洋 火花軍 綜合報導